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超TV的时超news 昨天前天 其实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呢 我跟大家说过一故事 我说川普第一把拿出了600亿500亿 500亿 实际是500亿 结果中国当时拿出来的是30亿 我节目中就跟大家开玩笑 我说你真买一台人 给小费都给10% 你个人打架还5% 600亿对300亿 你这个仗是没法打这胡说这是 这基本就是胡说 对吧 那结果昨天呢 川普昨天应该是4月4号北京下大雪 北京下大雪呢 我节目中跟大家讲了 看起来北京的雪相当大 很诡异很特别的一个场面 没见过 昨天我们只是从别的角度 另外的角度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谈到张志心 是昨天死的 在节目中跟大家强调了张志心的死 到后来的平反和他追加烈士 这是共产党非常邪恶的一点 非常邪恶 那追加成烈士 因为他是党员来 张志心是党员 他是辽宁省的宣传部的干部 而下令强奸他的是毛远欣 应该是毛远欣 那是文革期间最昌盛的年代 强奸他 轮奸他 到他死 死的照片都是裸了上身的 现在那个照片都是这样的 那这是今天中国社会 在69年 50年前 就这么对待女人 对待一个像这个制度 只要去质疑这个制度的女人 就被这么对待 50年后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那我跟大家描绘的 我说共产党邪恶在于他的高级动物 生命认识 很多朋友意识不到 你知道张志心79年 被平反然后追为烈士 可能很多人认为 那是共产党表现出来的一个宽容的态度 大概有人这么认为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 张志心当时被迫害的时候 那个包括他的家人 有很多具体的故事写的 因为他自己 他围绕他的家庭的故事 我觉得太悲剧了 如果今天 你的媳妇 你的媳妇 或者你自己你是个女人 你被今天的权贵家族 拥有权势的人给强奸了 强奸了 轮奸了 然后等过了两个月 说这事过去了 在你轮奸你的过程中 轮奸你媳妇的时候 那个环境过去了 说这事有点不合适 给你媳妇平反 给你平反 如果把你媳妇监恶死了 追着你媳妇为烈士 轮奸他的人 今天该去监恶别人 监恶别人 该去玩别人玩别人 或者被人玩就被人玩 大家听起来挺色的啊 但张志心是这么被对待的 那你想过没有 这个制度你要不要对这个制度感恩戴德啊 陪你媳妇十万 陪你十万你媳妇死了 行不行 一百万 行不行 一千万 你想过没有 对张志心而言 强奸他是革命的需要 平反他是革命的需要 然后把他追为烈士 同样是革命的需要 而那施以强奸的人 是革命的需要 那后来被强奸者成为烈士 跟强奸者没关系 而一切的发生 都是这个党说了算 我相信朋友能理解了 我也相信朋友能说 陶哥你说这故事有点 让我脖梗发硬 讲别的道理永远讲不清楚 落在人脑袋上就全明白了 落在你媳妇上 落在你妈上 落在你自己脑袋上 你就明白了 什么叫侮辱 而大家没有概念 就是说 觉得平反了是件好事吗 习近平他不是也平反了吗 他老爹不是也平反了吗 而他老爹当成现行反革命的时候 不是也绝着了吗 他那年15岁的时候 不是绝着屁股跑到延安去了吗 对不对 今天他平反了 有了权力了 说一定要走革命的路 那你要革谁的命啊 这就是共产党最邪恶的地方 这是今天 中国人又被灌输成高级动物的理论之后 失去了辨别人的生命尊严时 他认为平反了不就得到了吗 当他站在利益制上 而得道主义去思考的时候 我跟你讲过 他是下贱的 有一个算一个 有一个算一个 那是下贱的 因为你失去了 人之尊严的根本的一个生命基础的认识 所以这是我想在 3月4号的 这个4月4号的角度来讲 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一面 我不认为很多专家学者能看得懂 我真不认为 很多专家都在生命角度上被共产党洗脑了 我昨天讲一段话 我说 共产党 谁要把共产党当成政党 这环境中的政党 你根本就是被共产党玩了 共产党不是政党 不是政治团体 共产党是真正喝人血的生命 魔鬼类 政党政治团体是人 共产党叫高级动物 他周围所有的人都被灌输成高级动物 所以他不是共产党 他不是政党 他是以政党的名义 他穿了一个西服 穿的西服呢 是绅士 但这个绅士的本身呢 是为了脱 这个 在这种生命理念上 我以为太多的人 就是搞不明白了 我想说 在今天 这个环境中 我以为很多朋友 应该懂得这道理 而作为这个 作为高级动物本身来讲 他另外一个极大的特征 就是赌博 赌博呀 赌命 赌命 那在他赌命的过程中呢 这一次 跟川普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的 这段故事 突然显现出今天 主持这件事情的人 开始赌 赌命 在共产党框架下 开始赌命了 为什么 在昨天 川普拿出了另外500亿 这个 惩罚性的 这个 关税的名单之后 几个小时之后 中国就拿出了500亿 所以这些 这你就不能不说 人家不就对等了 哈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 上头人 真看我节目了 第一票活 拿出30亿 第二票活 对等 拿出500亿 这个没话可讲了 对不对 这不是开玩笑 但是 我昨天一看500亿 那我个人觉得就是另外一回事 他们在瞎赌烂赌了 瞎赌烂赌 这是赌命 这是赌命 要改变命运的赌博的方式 为什么讲他赌命 因为第一票活是30亿 第二票活是500亿 这中间差距太大了 差距太大了 因为当他 川普第一个600亿 第一个500亿宣布之后 中国拿出30亿的话 那是一个相互对等 对等 就是以贸易对垒的方式 以贸易战的方式在 你打我一拳我踹你一脚 那30亿是他算出来的 那30亿是他真正列表列出来 大概多少钱 那个是多少钱 有人在算这笔账 有人在算这笔账 所以他也就那么多 你知道相互之间的贸易差额是多大 中国向美国进口 中国向美国出口大概 比如说1000亿的话 而中国从美国进口 只有200亿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进入额度 那30亿对应这个 五分之一就20%了 30亿对应600亿的话 那只有5% 所以就根本就没有 就是一个 而你这头算5% 而另外一头 你如果算 算这个贸易的进出口额的话 是25% 是25% 因为有这么一个数字在那 但是如果你绝对数字1顶1的话 那你就惨了 他拿500亿 你也拿500亿 对吧 他拿1000亿 你也拿1000亿 他刚拿出他额度的50% 你已经double了 因为你没那么多 你就等于向美国全面封锁之后 要加两倍的 这数不能这么算啊 就说这意思 你要加上两倍的这个利率 才能对过来 胡来吗 这不是胡说不可能对不对 有人说没什么不可能 是我也知道 没什么不可能 你今天变成朝鲜 就都是可能了 这没关系 你变成自我制裁 你当然可以了 我们只说单纯从这个数字讲 所以对等的500亿 500亿对500亿 这是不理智的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一票活30亿 第二票活500亿 中间这么大差距 为什么 这是不合情理的 有多少进口额度就像咱家里有多少钱 对吧 这个东西 这个是硬碰硬的数 说我家里有30块 跟那家里有30万 这是俩概念 但是当进赌场的时候 进赌场的时候 拿30块钱的人 跟这个3万块钱的人对赌的时候 他放2块 那边放20块 那他看看 那你放20块 他放2块 那我就放5块 那对方再加50块 就说这意思 加了加就烦了 20块 我就200块 因为他手里有3万 那拿这30块钱的人说什么 我把兜里全压进去 赌博嘛 吓唬人嘛 我把兜里全压进去 那对方呢 不知道他兜里有多少钱 但对方知道自己兜里有多少钱 所以他就算 我要拿30万压他 这事我压起压不起啊 这是个瞎算账 对不对 这账是不能这么算的 但是明确身处弱的一方的人 狮子大开口往上咬的说 他是不是就是赌命 他真正就是赌命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十几年前呢 原来在加拿大的大瀑布 那儿有个大赌场 现在还有很有名 那是安大略省南部 跟美国交界的一个很有名的赌场 美国人想抢他买卖 抢不过去 出个故事 那是过年的时候出个故事 大概在他的VIP房间里面 在这个赌场的VIP房间里面 有三种人 中国大陆人 大多是留学生 大多是官二代跟这个富二代的留学生 现在更多了 现在我也不知道 那另外一波是越南人 还有一波是韩国人 那是在十几年前当时在那个赌场 在VIP里面占有主流的 什么叫VIP 你只要在赌场账号里存五千加币 那 你就可以成为VIP成员 在当时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就当时我们讲这故事 那 而当你是VIP的时候 他旁边有谢尔顿酒店 跟赌场是连着的 你只要去他那玩 你可以从在问酒店要一个房间 下面有 这个这个赌场里有餐馆 你可以随便吃 你可以随便吃 那如果你住在周边 大概我不知道200公里 他你只要要车 你说你接我来我上赌场 人家会派那叫雷蒙西亚 豪华车去接你 专门司机 带着你到赌场 说我玩完了 我玩完了回家 从赌场可以给你车送回家 只去一趟 你说去哪就去哪 这就叫VIP 那VIP里面很多大陆的学生啊 那他当然要求都在19岁以上 这是他的法定要求 那可是这个地方 你知道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不抓住人家手把的话 有时候不好办这事 所以很多大很多大陆的孩子 带着女孩子在那乱开房间 下去赌钱 有的是 有的是 那而在里面赌钱的人呢 那年过年的时候出个故事 大概是这三拨人 中国人 大陆人 越南人 还有韩国人 大概凑了四百万是三百万 凑现金呢 跟赌场对赌 过中国年 好像是赌了三天 三天三宿 输个进光全出来 全没戏了 三四百万全输了 后来大家讲这故事的时候 开玩笑讲这故事的时候 讲起什么了呢 那个赌场 他的背后的老板是安达略省财政部 财政局 你拿三百万也好五百万也好 你在跟加拿大安达略省的财政对赌 大概是这么个故事 说这个就瞎掰了 这个就瞎掰了 我讲这故事的意思 今天 今天主持中国的人 在对中美贸易的 他拿出五百亿的这个概念 这就是对赌 这就胡来 这是个赌徒 而他的赌徒的基础 是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 几乎所有人认为 这场仗打不下去不可能的 他们在谈判 崔天凯已经去 已经在谈判了 他打不下来 但是他一定要把面子撑上 那如果他把面子撑上 如果今天川普要一孤行干下去的话 会是什么结果 大家听懂我说意思吧 这赌徒呢 都得揣着三十块 排桌上一坐呢 我们那时候叫一翻一瞪眼 我管他东西叫一翻一瞪眼 一翻一瞪眼就叫什么 百家乐应该是 一翻一瞪眼嘛 那是你的大点小点 一翻一瞪眼 一翻一瞪眼的时候 我说那你如果对赌的话 大家就像玩那个叫什么 我忘了 因为我从来不进赌场了 但是这些事故事我知道 经历过 你又不进赌场 故事你怎么知道呢 生命都是有使命的 有些故事他就知道了 完全知道了 所以我个人在当时看 我这一翻一瞪眼 三下两下就翻死了 你兜里装三十块钱 人家拿着三万块钱 三下两下就翻死你 三十块钱让你挣到三百块钱成不成 让你挣到三千块钱成不成 等你挣到三千块钱的时候 一千块钱一住三住就顶死你 因为你那个时候的算账的概念 赌徒的概念 不是按他兜里三十块钱算 他说我就三十块钱我拼了 我现在已经挣了三千了 我挣了一百倍了 你看我不一手我就弄死他 因为他想的是我要能拿三十块钱我都挣了三千了 我要拿三千块钱我能挣三十万 都这么算账的我跟你讲 赌徒就这么算账 为什么把人都赌进去了就这么回事 他算的有道理啊 他拿三十块钱已经挣了三千了 但凡是进赌场的都有呢 甭管是玩一拉一傻的老虎鸡也好 前三把都挣钱 你在家玩麻将你也前三把都挣年 如果玩麻将不挣钱 一溜小屁走向胜利 屁壶 这话就不会传出来 这话 一溜小屁走向胜利 全给你折了 对不对 赌钱的就是这样 那今天中国中国的做法拿出五千的 五千的给人列出一个五千五百亿的这个单子 这是赌徒 我说他赌徒的原因就是跟他第一票三十亿差距太大 他第一票拿出三百亿第二票拿出五百亿 那正常 第一票拿三十亿 后面我加码加三倍 我拿一百亿的单子 合理 第一票三十亿第二票五百亿 吹牛皮纸 所以这是赌徒 根本他打不下去 完全他打不下去 他拿了这个数自己已经输了 川普也是赌徒你信吗 网上有段视频 如果我们来到现在 去找什么 forget about it 尤其是不可能 他们没有法兰 他们没有法兰 他们只能做到这些法兰 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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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这些公司 他们在这些公司 and hey i have tremendous respect for the japanese people i mean you can respect somebody that's beating the hell out of you but they are beating the hell out of this country kuwait they live like kings the poorest person in kuwait they live like kings and yet they're not paying we make it possible for them to sell their oil why aren't they paying us 25 percent of what they're making it's a joke this sounds like political presidential talk to me and i know people have talked to you about whether or not you want to run would you would you ever probably not but i i do get tired of seeing the country ripped off why would you not i just don't think i really have the inclination to do it i love what i'm doing i really like it also doesn't pay as well but you know i just probably wouldn't do it oprah i probably wouldn't but i do get t tired of seeing what's happening with this country and if it got so bad i would never want to rule it out totally because i really am tired of seeing what's happening with this country how we're how we're really making other people live like kings and we're not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year's presidential race the way it's shaping up well it's going to be very interesting i i think uh... i think that probably george bush has an advantage in terms of the election i think that probably people would say that he's got like that little edge in terms of the incumbency etc etc but i think jesse jackson's done himself very proud i think michael dukakis has done one hell of a job and george bush has done a hell of a job you know he they all went in there sort of as semi-underdogs including george bush and they've all come out i think people that are are around all three of those candidates can be very proud of the jobs they've done you've said though that if you did run for president you believe you'd win well i don't know i think i'd win i tell you what i wouldn't go in to lose i've never gone into losing my life and and if i did decide to do it i think i'd be inclined i would i would say that i would have a hell of a chance of winning because i think people i don't know how your audience feels but i think people are tired of seeing the united states ripped off and i can't promise you everything but i can tell you one thing this country would make one hell of a lot of money from those people that for 25 years have taken advantage it wouldn't be the way it's been 那我们刚才看这段视频呢这是30年前的一段视频应该是美国著名的一个脱口秀的女主持现在不做脱口秀做她在做她自己的媒体应该叫Opera她采访当时在她她在现场采访这个30年前的川普 这个时间呢听她的说法呢应该是李根刚退下 然后布什他们在竞选美国总统 他里头应该是乔治布什老布什不是W布什 在竞选美国总统从他对话中可以看出来 那你要知道那30年前在当时探讨的就是美国人对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欺负 早在30多年前将近40年就80年81年82年美国最日本最昌盛的时候 我印象给我印象最清楚的就是日本人去买这个洛克菲勒 就是这个曼哈顿的ABC的应该ABC的电视台的背后的那个洛克菲勒广场 洛克菲勒大厦去买他的Building 所以当时的说法就是日本人要把美国买了 当时包括剑舞 我能记录就是日本的剑舞 日本的松下 还有什么先锋 这些都是电气公司了 在这个美国大兴提到大规模去买这个买他的地产 那我后来我印象83年是把记不太得太长久了 但大概的故事我曾经记到过 美国人的说法当时是参考消息登了一个说法 美国人的说法是说让日本人买吧 他买不走 这个楼他买不走这个国家 他只能买走这个楼 对不对 他买不走这个国家什么意思 他把钱都扔在美国了 三十多年前这句话记得很清楚 他把钱都扔在美国了 你看看吴小辉 你看看海航 一样的 吹牛皮 吹牛皮纸 没跟你说现在都吹牛皮纸 当年日本人叫吹牛皮 到今天共产党叫吹牛皮纸来 500亿的概念也叫吹牛皮纸 那不是吹牛皮 那牛皮多结实 牛皮纸在纸里头也挺结实的 但是跟牛皮比起来就是两回事 川普的这一段讲话 其实跟他现在的态度 从来没有改变过 江山一改秉性难移 这是人的生命 具有使命的人的生命的自然品质和自然属性 自然品质和自然属性 所以在他当时的概念很清楚 在他眼睛里 他也讲得很清楚 是美国人做错了 是原来的美国人做错了 今天昨天他就说了 我没跟中国打贸易战 我没跟中国打贸易战 原因是原来的美国总统 美国人做得太怂了 太差劲了 我今天只不过把这件事情讲回来 所以这个说法就很特别 但这个说法他说的是事实 可是你知道 中共的概念 他的问题出现 就是他的30亿对500亿的货单 这样的巨大差额的出现单据的话 表明他内部的失调和他的赌徒的心理 内部的失调和赌徒心理 就是说他拿出第二个关税惩罚单的时候 他完全不顾忌第一张单子拿出的数额 可是打这种仗就是按数说话 川普很清楚第一张单子500亿 第二张单子500亿 每年的贸易逆差3700亿 他是真正一个字一个字数加出来的 你共产党那个数到底是拍屁股拿出来的 还是拍嘴巴拿出来的 还是拍脑袋拿出来的 不知道 因为你拍屁股也好拍脑袋也好 他反正还在一个身体上呢 那你不能差30亿跟500亿你不能差这么多呀 这是他漏了底牌了 完全漏了底牌了 而今天的新闻评价当中 根本没有能力去评价这些 没有能力去 美国之音的一篇评价说 川普怂了 中国媒体说川普怂了 我跟你说了 你就说中国媒体那叫媒体嘛 怂了 你兜里有30块 到那时候我把兜里 你下注我把兜里全顶出来了 你把衣服都脱了也没用啊 对不对 人家只要往上一顶脱吧你 你把你亮牌 什么东西 所以共产党的媒体的这个说法 说川普怂了 是他就是赌徒 这是真正高级动物的 在现实环境中的概念 而他这个说法的概念和守法的概念 说明确实川普打到疼处 美方的做法 使得中方拿出500亿 中国媒体认为 刚开打 由于中国的精准击打 触到了川普的疼处 所以美国怂了 这么讲啊 我就这么说吧 共产党不死啊 哎呦把中国人给糟蹋的 他们自己这些当官的也有一个算一个 全给糟蹋惨了 真的 你自己在干这事 在明媚人眼睛里 就是你自己在糟蹋自己 中国商务部说 美方做法叫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中方坚决反对 这全都是胡说 对吧 全都是胡说 你记住他讲的 共产党讲的一切东西都是戴帽子 而川普讲的东西是说 你让我的公司 你让我们的公司进行这个单方进行技术转上 这是强奸 我不能接受 人讲的很直接 我穿了件衣服 你非得把我这件衣服好 说得扒了 你让我光着屁股 你穿成拿走这件衣服 那你也对我们太不那个了 而原来的做法是说 奥巴马等人的做法是说 我把好处给你中国人 给你中国政府 我们就这么来帮你 让你富裕起来 富裕起来之后 你的中产阶级富裕起来之后 自然就会在民主上有所要求 在自由上有所要求 可是海外的这些民主党的精英 大批的精英 他们同样陷入在这些精英主义者 这些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思维中 他们从来没想过 中共政权下的国民 跟其他所有地方的国民的根本差距 是对自己的生命认识 说自己的祖宗是猴变的 这种生命认识 是全球式的缺失 而对应了今天共产党的猖狂 猖计的猖 共产党的猖狂 猖计的猖就是用钱 用下三路 劈开腿 打开全世界的门 吃掉全世界的东西 没错了 而这个东西只有丧失掉人的灵魂之后 它才能够做得顺理成章 和很自然的来表达 男女都一样 因为它没有一个道德的归属 它只有一个廉耻的概念 没有廉耻的概念 那侠客岛海外人民日报的 星期四 应该是今天了 说4月4号注定进入中美关系史 美方开始行动 1300种商品 征收500亿 下午中国决定 大豆汽车化工品 106种产品 关税涉及500亿 对等 10个小时 中国以实际行动告诉美国 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 中国有坚定的信心 强大的实力 捍卫国家的权利 这就是赌徒 这是赌徒 这就我刚才跟大家算这账 你就知道这是赌徒了 坚定的信心 强大的实力 捍卫国家 冒国家的利益 然后对中国 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如何如何 全是形容词 对吧 美国人拿出来的真正问题 说的是什么 说你占了我东西 伤害到 你偷了我的东西 抢了我的东西 以这样的方式是不道德的 就像说 说你今天早上喝粥了吗 然后你那人回答一句什么 说我昨天吃了个馒头 这个问的人 听着答的人就 你说他答了吗 他答了 答的是你的问题 不是 你说一点都不是吗 他往嘴里塞东西了 那人又问了 说你汽车 你今天是开车来的吗 我昨天那个单滑轮 轮子坏了 我那自行车 轮子坏了 我问你开车来没有 你说你那个车轮子坏 那个自行车轮子坏了 那人可能就问 说你不开车 你是骑车的 所以车坏 没有 我那汽车昨天 我刚停在哪了 那不是废话吗 这是今天很多中国人 在他脑子里转悠 在辩解辩答辩护自己利益时 所惯用的方法 我跟你讲 我不用说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就这样 我有时候大家就开玩笑 我说话就那么直接了当 我说我问你 是不是刚才放屁了 你说我打了仨格 你说你打了仨格 我说你打格了吗 你说我昨天放了个尼儿屁 你这家伙大嘴不抽你 你说放或者没放就完了吗 中共党文化 它党文化塑造的这种高级动物的概念 它这张破脸比所有东西都重要 当它维护这张脸的时候 它一定是拐弯 没跟你说 都吃的是天津哈拉油的大麻花 哈拉油大麻花 你吃点新鲜的那是粮食 哈拉油大麻花就恶臭恶臭 把那肠子都攥起来 把那肠子都攥起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 美国之音的一个报道了 它用的是这个题目了 然后它就说川普怂了 它之所以川普怂了 是它引述了国内的 就是侠客岛的那篇报道 然后侠客岛说 在中国国内同仇地开的时候 这都什么词啊 我跟你说 它不是人 人当不是人的时候 是高低动物的时候 你看它 就你不能同日而语 就是你不能跟它有共同理言的 而因为他自己在糟蹋自己 他说 川普晚些时候发了一条推文说 现在没跟中国 他现在跟中国没打贸易战 随没说要不要跟中国打贸易战 从调门上看有所缓和 今天上午商业部长 商务部长罗斯说 中国的反应不应该让所有人感到意外 中美之间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它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市场情绪 胡说八道 纯粹是胡说八道 与其他说是安慰市场这边的市场情绪 你不如说 你500亿的牛皮吹出来 他说 我一定要冲着美国也打500亿 你知道后头还一条是什么 后头还一条说 你只要美国干了 我就跟你干 你知道 你知道王岐山 习近平他们在 在他们小的时候 文革的时候 66年67年68年 富裕街那一带 南四中 什么39中学 35中 那时候大家不上学 最早打死 文革时最早打死 最早打死老师的是 实验中学 实验中学 实验中学也是西城的 都是很有名的学校 那你知道打架的时候 文革那时候打架的时候 俩人骂嘴架 你动啊 你动啊 你动手 你先动手试试 那时候你先动手试试 你动手试试 你看你要敢动手 我不抽死你的 你要敢动手 我不抽死你的 那么打架 跟现在 他在说 跟这个狭克岛一样 狭克 还狭你个大头鬼 一样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 你知道 他要打不了 你知道怎么 你等着 我跟你说 我回家叫我哥去 回家叫我 那都是哥们 是哥哥替兄弟出头吗 你别挪屋啊 谁敢挪屋 你要敢挪屋 你说小狗 你等着 你一定等着 我跟你说 你要不等着 你就骂人了 像毛出去保证 我跟你说 我一定回 我一会就回来 我不撕花了你 我跟你说 口里口里 刀子板带 这是江坤说的下 就那么打架 当他真叫他哥的时候 他哪叫他哥去 他哪有哥哥 他跑了 这个做法是一样 所以我跟大家 也解释过 我说 习近平王岐山是老炮 今天在中国跟美国贸易战上 当他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上 从30亿骤然转成500亿 我跟你讲 用了老炮的流氓的手法 宣传下扯弹 那必须提老板宣传 说明他遇到了太大的问题 川普坚持下去 就把共产党挤碎了 美国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星期三说 他认为中共在贸易问题上 会跟美国配合的 美国白宫国家技术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说 我认为我们将会达成协议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我相信中国方面会退下去 并且配合 班农 班农直接了当 直接了当就说 让华尔街 他说让华尔街的人都去见鬼 都去见鬼 阿波罗写了一篇文章 他提到也是提到刚才那个整个那段故事 然后提到按照路透社的报道说 大豆是中国出口到 大豆是美国出口到中国最多的农产品 贸易战成为了中国开刀的对象 大豆出口委员会 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 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张小平 我不知道怎么是中国人的名字 美国大豆业早已预料到是这样的 尽管有额外的关税 但有市场需求 中国仍然会继续买美国大豆的 推特上说养猪的 中国养猪的 那些饲料厂 农厂 那些养猪厂 有点急了 那饲料涨前呢 大豆是为了做猪饲料 饲料涨前的猪肉不涨吗 那中国的猪肉 顶多涨了就跟美国猪是一样的了 因为美国猪也涨25% 那你就变相的 把中国的通货膨胀 就会民间的消费会推起来 因为中国对美国采取500亿的货品清单 全是人消费用的 汽车 大豆 猪肉 葡萄酒 全是人用的 而美国人对中共的500亿的清单 加起来两个500亿 应该1000亿了 它都是一些知识含量极高的 它是放在USB里就用的 对吧 就像我这张嘴 那我是凭嘴吃饭 我坐着就能说 那在有关制裁问题上 只是对让我说话和不让我说话 可是对方制裁的概念呢 是吃饭喝水 那你不给他吃饭喝水 他怎么办呢 所以中共拿出来的500亿 整个它的最终结果 将落在中国人每一个人身上 从中产阶级 到底下最普通的老百姓 中产阶级 葡萄酒 汽车 普通的老百姓 大豆 猪肉 这仗打 川普怂了 所以我跟你说 放心咯 川普如果打下去 把共产党置于死地 川普打下去 共产党置于死地 班农昨天跟路透社讲 川普准备对中国 征收关税的错举 是向中国发出信号 不断的拖延的游戏 已经结束了 中国方面必须解决 强行技术转让的核心问题 所以美国方面拿出的东西 都很明确说 我为什么要采取这个概念 而中方拒绝回答这个概念 川普非常承认 他面临的问题 川普讲说 是美国原来的那些总统做的事情 做错了 对吧 做错了 换个咱最直接 那美国的另外一个参议 一个众议员正在中国访问 是民主党的 是跟川普对立的 他直接他也承认 我现在明白了 中共政权一直在强奸着美国人 人家说你在强奸人 他现在说 我不能再让你舒服了 我不能让你强奸了 你把裤子提起来 你说呢 对不起我没穿裤子 你是对我的不公平 这就是共产党的说法 你不提强奸的事 你是说站起来你没裤头 会裸露下身 这是共产党的贸易理论 我跟你讲高级动物的做法了 为什么痛斥高级动物 昨天节目中说 我说其实你见过高级动物 你想象过给高级动物 以自由民主正常人的社会的环境吗 不可能的 这是会有问题的 这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改变中国人的生命认知 只能抛弃中共 这是今天习近平首当其出的 他必须要做的 他做这一步就是善 不做这一步是恶 班农讲 这是完全规划好的 川普准备了很长 已经策划很长时间了 他主打智能产品 强制性的技术转让 显然中共政权 没有做出真正的回应 我认为他们正中他的下怀 中国对农产品征税 回避解决技术问题 那再次显示中共政权把美国当成一个朝共国 所以班农也非常清楚共产党什么东西 这是美国资本主义跳动的心脏 技术创新 中共政权是窃取 强迫美国公司转让 这个过日子应该过去了 所以只要川普坚持下去 就断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路 断了他真正所谓 在共产党框架下的任何崛起的概念 因为他没东西 因为他没有思想 全是小偷 他的聪明劲全用在偷东西身上 而不是用在一个正常人的环境中 班农讲让华尔街见鬼去吧 其实华尔街现在已经反应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那昨天美国中国拿出500亿 那股市动了一下 今天股票在涨了 媒体人何华强说 美国社会对背离规则的人 还真的是随远避诸 让不守规矩的人付出足够的代价 在美国人看来 不守规矩就要付出足够代价 哪怕自己受到伤害 在西方社会 诚信是第一关键的 对吧 诚信是第一关键 有个故事 有两个儿俩开餐馆 后来美国官员去查税 结果这哥儿俩商量商量 大概用一万块钱两万块钱 要给查税的税务官 税务官牛脸就报警了 这俩人被抓了 可能将遭到遣法 这就是今天 中国人做事情的 大陆人做事情的态度和美国社会的态度 共产党人高机动的理念转变不了想法 对吧 凭实力说话 什么叫实力 钱 狗屁你 如果你认可凭实力说话 用钱 你媳妇早晚把你给卖了 你先生也早晚把你给卖了 实力 对不对 实力啊 这是高级动物摧残人性生命 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理念的一个最根本的 不用在外头瞎叫唤 那没用的 何清林女士在昨天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说 川普签署被网络 对中国农产品加税 并不是要跟中国打贸易战 而是为了逼他谈判 我觉得这个是这么个道理 他把事调起来 只要他调起来 川普永远是胜利者 永远 川普永远是胜利者 中共一定是失败 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的 川普的目的兑现他的承诺 双方现在还有一个底线 不能破裂就是不破裂 就看怎么出招了 星期三 川普在推文上说 我们没有跟美国打 我们没有跟中国打贸易战 贸易战好多年前就被那些愚蠢的 不称职的代表美国的人输掉了 川普讲了 已经输掉贸易战了 所以不是贸易战 我现在每年5000亿的贸易逆差 对知识产权的盗窃3000亿 我们不允许这种事情继续下去了 我这个道理就说的很清楚 美国人一直在被共产党人中共强奸着 今天他不能再干了 然后共产党就不干了 是这个道理 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认为 肯定会有一个结果的 谈判的结果也不会令人出现任何意外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基本上看到这个故事了 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他反而就对中共认识最清晰的 纳瓦罗 全世界都知道共产党是骗的 纳瓦罗是白宫贸易顾问 他是最反共的 他在向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解释说 川普为何决定向中国产品征税 他讲在过去17年里面 17年 今天是2018 2018年 那2000年开始了 过去17年以来 中共在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 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中共强迫美国公司转让知识产权 导致美国失去了数百万就业机会 和数万亿美元 所以他都是讲的过去的做法不平等 不公平 而共产党的说法全都回避这问题 对吧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说 这就是流氓政策 这是丛林法则 这是今天共产党教育出来的价值观 以利益为上的出现反应 今天要付出代价 那习近平在面对 习近平王岐山在面对这问题上 必须承认 这是共产党的做法 罪恶带来的伤害 这是他也今天必然不得不面对的 所以我跟大家早解释过 抛弃中共是今天习近平王岐山 唯一的一个最佳的招数 共产党抛弃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共产党你不抛弃 不整死你们俩 丢起你们 你只要拴在共产党身上 真的 因为这没招的 内外的环境都在迫使着 你希望体制的出现 就应该是共产党的崩溃 只不过 各自在做各自的事 川普也在做他自己的事 客观上却直接打击中共 纳瓦罗强烈批评中共政权 不承认错误的态度 我认为有意思的是 这是中共对目前美中关系的反应 他们否认盗窃了我们的知识产权 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做了 他们否认强迫转让我们的技术 但他们做了 所以川普拥有勇气远见 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 它是有利于整个美国的 他讲的就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清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讲 他们挑选那些受益于 中共工业政策的商品作为对象 美国的关税行动 是为了遏制中共政权 主导关键战略技术的野心 这是美 瓦罗纳也承认就是这么干的 他说我们适逐赢得 围绕未来新兴产业的竞争 中共有个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 共产党下的2025 它阐述的是主导所有新兴产业的行动计划 人工智能 机器人 量子计算 如果他们通过盗窃我们的东西 而占领了科技高地的话 那作为一个国家 在经济上 在国家安全上将不会有未来 那这些东西会用在重要的军事行为上 所以今天川普总统站起来对抗中共的暴政 是 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2025 习近平自己的计划 但你当暴露共产党的时候 所有人说你是罪恶的 你是罪恶的 对有关钢铝关税和对华关税的不重 他说前面的关税是涉及到国家安全 对20个国家都适用 而对华的关税主要是科技领域 中共为了削弱我们的意志和决心 释出针对我们的农业领域征税 因为他认为那样可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川普总统可能就不会那么坚定 但是你看一看刚才我们放那段视频 大家就知道那可不是那么回事 而纳瓦罗认为这次中共与中共的对垒 是川普为美国站起来 反对中共公然的知识产权的盗窃 它是一个政权 在此时此刻的选择 迄今为止它选择否认了他们做的一切 全世界都知道共产党是骗的 那中共也是从透过瞄准我们的经济当中的某些领域 来削减我们的意志 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骗的 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是骗的 因为他们谁都不相信 习近平谁都不信 习近平只信王岐山 但就这么回事 他让我们记住我们购买中国的东西 比他们购买我们的东西多五倍 对 这就是关键 所以川普拿五百亿 你也拿五百亿 明天川普拿五千亿 再拿一千亿 你也再拿一千亿 你试试 所以如果从这点上说 你说如果习近平耍了三青子 就这么干了 赌徒耍三青子 老炮 OK 那会炮死的 川普一定会顶死他的 因为这个数连我都能算出来 我手里有一千亿的买卖 你手里有两百亿的买卖 那我有三亿人口 你有十四亿人口 你的十四亿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仰仗着我这三亿人口 消费你的产品 你试试 而你拿过去的 你是加以征税的两百亿的征税的这个概念 我只是举例子了 征税的概念 确实这十三亿人吃饭的东西 你跟自己玩命啊 不是胡说吗 这靠爱国主义行吗这个 他说呢 那这个概念就已经远远不一样 他损失的要远远多 所以人家也会算这数类 我们跟中共的贸易赤字 大概一天十个亿 每年三千七百亿 川普讲 我们不能继续向中国输送我们的货物 我们的就业 我们的工厂 否则我们没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强大的国防 他讲的非 我觉得讲的非常对类 我觉得讲非常 中美关系贸易并不正常 半数以上的中国优势来自于八项不平等的贸易手段 而任何一项在自由贸易正常规则下 都是明确被禁止的 所以 从换个角度来讲 共产党死定了 只要川普坚持下去 很快就死定了 因为 他那五百亿 昨天的那五百亿反应的太快 太没有道理了 太不合情理了 太脱节了 太老炮 太流氓了 会崩死的